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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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他在中央电视台第九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通俗唱法的比赛中获得了金奖 04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在和平年代军旅歌曲个人演唱会 06年在奥地利维远纳金色大厅举办和谐之声 谈清维远纳金色大厅独唱音乐会 同年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亚运会闭幕式上演唱了《中国之约》 06年7月谈清继续与解放军艺术学院研究生单成为我国第一个通俗唱法硕士学位的获得者 他不仅是中国通俗唱法中的领军人物 更被视为中国通俗歌手的代表 年仅33岁的他已经参加了八次央视的春晚演出 08年6月呢他在长城举办了个人独称约会献你奥利 成为第一位在长城开歌唱的歌唱家 善良的长城举办了个人独称约会 多数的不少人会狂狂的爱 2008年4月他与奥运群星合唱北京奥运会倒计时的百日主题歌 北京欢迎你 奥运会开幕式中呢他演唱的天空作为放飞和平歌的背景音乐 闭幕式中他演唱了奥运歌曲北京北京我爱北京 清岗的奥端赛开幕式他演唱了主题曲爱的海洋 北京残奥会的开幕式谈情又与中国南高音范静马合唱了残奥会的歌曲 让我拥有你他因此呢也成为了唯一一位在北京奥运会 开闭幕式和北京残奥会上演唱的歌唱家 2011月1月18号同时第三次与成龙合作 携手录制了一首专为在海地地震中兴职的八位维和勇士而做的歌曲 《借你回家》 作为上海世博会志愿者宣传大使 他又于1月20号发布了世博歌曲《世界》 这一位当今中国乐坛最炙手可热的青年歌唱家呢 也将于2月28号在林肯中心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歌舞晚会中为您献唱 2月28号林肯中心中国顶级歌唱家谈情和您共庆元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